欧盟为提供企业更公平的商业环境 去年5月正式实施数位市场法 同年9月规范第一批共6家核心大公司 必须从今年3月初开始遵守该法规 包括苹果、谷歌母公司、亚马逊、Meta 字节跳动与微软 而知委会25号宣布立案调查6家公司的政策 是否合乎规定 主管欧盟市场竞争的委员维斯塔哲表示 将针对6家企业4种数位行为立案调查为期12个月 根据数位市场法 受规范的公司必须确保消费者能有更多选择 若要搜集使用者的个人资讯得事先获得同意等 而针对竞争方面法规规定 这几家大型公司必须让第三方业者能互动 不得独厚自家服务 若公司遭认定违规 垄断市场罚款最高可储企业全球营收的10%金额 维斯塔哲也解释 欧盟公布展开调查 要让公司有机会调整作为 保障公平进决 没事兄联心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